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猪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四百一十三回 话说徐凤年对洞野军马金钗痛下杀手 逗留在山顶的尾沙青和新银马悄悄相识 都发现了对方笑不出来 先前灵州大的小小的将冢 都在看包括精略史李公德在内 所有灵州文官的笑话 如今风水轮流转 看来文官有机会呀 对武将幸灾乐祸了 索性同门官两位教委 一直超然物外于灵州官场 始终啊 被北梁引为骨功心腹 否则这一趟 他们两位啊 估计也要好好吃上一壶烈酒 同处一周的武官没好日子过 手握精兵的尾沙青和新银马 难免有些吐死湖碑的感触 徐凤年一脚踩晕了马尖差 转头对伪心二人抱拳笑脸道 同门官就有劳两位束手了 以后北梁改制 官职称呼上可能要委屈一下伪教委 新教委 不过品级不变 而且同门官位置显耀 将族的俸禄也会相对有所提升 若是需要优等战马军械 你们可以直接跟本世子开口 两名教委立即跪地谢恩 不降品级就意味着 不会在根子上动着同门官 而且殿下的口头允诺 是实打实的实惠啊 往年灵州武官 想要跟边境的幽州啊 梁州啊 争夺战马兵器 想都别想 那都是别人嘴里边吃剩下的玩意儿 就说这伪杀清和新衣马吧 偶尔跟边境上告假 依锦还乡的同僚聚会喝酒 哪怕对上那些官籍更低的都位 一样有低人一头的感觉 看情形啊 世子殿下心尽提拔了 新任灵州刺史和别家 显然是告诉北梁道 他对灵州官场很不顺眼了 但是对灵州军阵关爱 似乎只会更加重视 这让伪杀清和新衣马这些 袭击着继续往上攀爬的五官 自然是欣喜万分 徐凤年故意言语留白 任由这两名校尉 自己啊 去取决这里边的余味 徐凤年翻身坐着马车 还是徐衍兵担当马夫 追脚江府丁啊 有韩劳山这名纸玄境高手 坐定海神针就够了 又不是人毛韩生轩 这个层次的高手 在北梁流窜 还用不着啊 坦言那对上洪敬言 还有胜算的徐衍兵 来做杀鸡的宰牛倒 徐凤年呢 他要北上赶赴边境 然后去跟徐霄会合 这裴南伟啊 看到徐凤年手里 多了一把白鞘长刀 有些好奇 当初在外头 他没能仔细 看得那一路上的情景 透过身边两位凌州副将 和两位教尉的粗略交谈 知晓他下山后 杀了那名看似势不可挡的 一品金刚进高手 对此裴南伟啊 也谈不上如何惊奇 毕竟当初这年轻人 可是带了两百计 就敢跟老静安王赵恒 千计对峙 还敢在阵前提枪杀人呢 这裴南伟啊 挪了挪位置 坐在角落 横刀在西 蹊跷渗出血丝 看来先前杀人也不轻松啊 等到没人的时候才泄露出颓势 裴南伟笑了笑 其实是在笑话 难道他自己不是人吗 只是被徐凤年误以为是在讥讽他 眼神冷漠的瞥了他一眼 裴南伟也不在意 你怎么不去痛打落水狗 徐凤年拔出过河族 不过两村车厢内就有几分 蓬地生辉的景象 饶使裴南伟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当徐凤年让过河族全部出窍 裴南伟感到一股良意浸入肌肤 让他轻不自禁地双手还胸抵御寒气 大概是从清亮如镜面的刀身上 发现了自己的狼狈 徐凤年拿袖子擦了擦满脸的血迹 一直敲在刀身中端的方位 出人意料 过河族并未像其他刀中重气那般刀尖翘起 而是刀身涟漪阵阵 悄悄地消弭了徐凤年手指敲击带来的震荡 以至于过河族在外行眼中看上去 就像是一名清高傲慢至极的绝美女子 面对所有男子的阿谀奉承 八风不动 这徐凤年提起了过河族 几乎我贴在眼帘上 这才察觉到刀身上撞刻有繁琐晦色的 浮露云纹 如云卷云书 生机勃勃 大开眼界的徐凤年不由得感慨 这把刀 是活的 裴南伟这回真是讥讽挖苦了 他笑问 世上还能有让你世子殿下心动的物件 徐凤年头也不转 盯住刀身上浮动的移逆风景 他平淡道 这车厢里不就有两件 过河族是一件 剩下一件 当然就是他裴南伟了 裴南伟冷笑一声 小女子真是倍感荣幸啊 徐凤年放刀入窍 就你还小女子 三十岁出头的女人了 如果是在乡下村子呀 早些结婚生子这会儿啊 说不定你都能当上奶奶了 这句话呀 搁在男女之间 针锋相对的江湖 无异于见仙一见的杀伤力了 裴南伟果然气恼的 胸口微颤 一手使劲的按住心口 一手握拳放在大腿上 试图竭力的平稳情绪 他奄然一笑 看你流了这么多血 撑上一撑 可有好几两重了吧 疼不疼啊 背靠车厢的徐凤年没有说话 伸出两根手指 捏住他的大腿 力道不轻的拧了一拧 裴南伟眉头纠结在一起 却硬气的一声不吭 徐凤年松开手指 裴南伟重重的吐出一口气 不成想徐凤年顾忌重演 让裴南伟倒出了一口凉气 那张让这位静安王妃 容灯胭脂平美女的端庄 柔美两相仪的脸庞 显得十分痛苦 徐凤年上演了一半 数次反复 到后来不出声阻拦的裴南伟 已经屈于麻木 心中对他的恨意无以复加 对这个他恨不得千刀万剐的 年轻人来说呀 他裴南伟确实就等同于那病 从别人手中抢来的白翘明刀 一般无二 都是那仅仅心动就抢来的物件 无聊了就把玩一番 没空的时候啊 就放回翘 正眼都不看 任由尘埃遍布 徐凤年终于不再故意 让裴南伟承受这种皮肉之苦 不用想啊 他的那条修长大腿伤 已经多处轻重 徐凤年换成手掌搭在他腿上 轻轻抹过 裴南伟的疼痛如同春风一度 便积雪消融 但是这让裴南伟更加感到身为玩物的屈辱 他咬住了嘴唇 轻薄嘴唇被他咬出了血丝 徐凤年轻声笑道 第一次会很疼 到后来啊 无非也就那么回事了 你问我蹊跷流血疼不疼 其实跟你一个道理 我嘴上说这些呀 你多半是听不进去 就只好让你感同身受一番 咋样啊 是不是这会儿才晓得不疼的时候 就觉得已经是一种幸福了呀 所以啊 我们人人都是贱货 站着说话不知道不腰疼的福气 我以前听到过一个笑话 说贫苦百姓猜想啊 皇帝老儿是不是顿顿大葱旧饼啊 觉得滑稽 第一次游历江湖的时候 等到自己啃着那些窝窝头啊 烤红薯啊 才知道能添饱肚子就很知足了 甚至高兴到啊 连那些山珍海外想都不去想 一个人的快乐和苦难呢 因为所居位置不同而不同 但深浅大致是相当啊 所以啊 谁都甭瞧不起谁 谁都甭笑话谁 什么事情都能争取 唯独啊 说从哪投胎 却是这辈子如何用心用力 也争取不来 遇上不平事 能认命就是本事 能拼命那更是了不起了 不过 不愿认命 却肯拼命的人也不好 因为往往做事没有底线 喜欢害人 在冀州平步青云的原亭山呢 就是一个 我在江湖底层看到过各色各样的人物 在清凉山也见到站在高处的三角九流 对于没有底线的 一直不太喜欢跟他交往 裴南伟痴笑 你如果不是世袭网替的北梁世子 谁乐意跟你客套寒暄 更别提什么刘虚拍马 你也就是投胎投的好 才有资格说这些道理 徐凤年破天荒的没有反驳 嗡了一声 只是裴南伟非但没有大胜而归的感觉 反而有些索然无味 投胎好的 静安王世子赵荀无疑也是一个 那他又如何呀 徐凤年他突然问 我要去一趟跟北莽接壤的优良边境 你想不想去看一看大漠风光啊 我曾经去过北莽 亲眼见过云层下坠 宛如天地一线的景象 真的不错 看到这些呀 人的心境也能开阔一些 游州最北呀 还有座鸡鸣山 昼夜交替时 沙鸣如雄鸡沉蹄 裴南伟没有直接回答 顺嘴问道 你是去边境参加教育阅兵 怎么 大将军已经着手准备 让你世袭网替他的北梁王爵位了 怕你不能服众 要亲自为你在北梁边军中压阵 这话一说出口 裴南伟就浸若寒蝉 他不是忌惮身边这个呀 他还有底气去平起平坐的年轻人 而是打心底畏惧那个 数次在北梁王府撞见时 都驼背狗腰的笑咪咪的老人 那个老人是老了 可裴南伟始终无法想象 老人会死在哪一天哪一处 如果老人终于死了 亡了的春秋八国 是不是才能瞑目啊 徐凤年沉默着离开车厢 要了一匹同门关的战马 独自骑程 没了徐孝的北梁 还是北梁啊 此时 在北梁铁骑踩踏的满目苍蝉的北莽南朝边境 悄然的驶入一辆简陋马车 马夫是那天下第二人 拓跋菩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东去春来 迎偷白鸟生 游州境内一路两旁纷纷吐绿的草木丛中啊 经常可见成群结队的小巧黄鹰鸟穿梭其中 可惜北梁民风粗利 没有那入春时分 便要去听夜提黄黄的文雅人士 道路上 一架马车缓缓北行 车厢内女子手上多了个从低矮枝头上摘下来的英巢 偶尔掀开帘子去看一看沿途分光 一路行来呀 为了赶时间 少有在城池里停歇 所在皆是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女子最尴尬的莫过于人有三级 她第一次想要如厕 碍于脸面 不好意思开口 只好夹紧双腿 咬牙苦苦的坚持了半个时辰 早已察觉异样的她偏偏不开口 当她终于憋不住 开口要下车 等她低头反身坐回车厢 还听她说了个恶劣的笑话 她说以前呢 有个官员微服私房体查民意 结果在荒郊野岭肚子不舒服起来 每次有点念头啊 就要马夫帮她寻一处啊 幽静地方好脱裤子 马夫替官老爷接连找了几个地方 可等老爷呀 每次解开裤带蹲下就又不响了 到后来呀 每当官老爷问起找着地方没有啊 马夫就说没找着 于是官老爷终于支撑不下去 跳下马车后 边跑边拖 好不容易终于舒坦了 回来的时候 感慨 那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 她最后还火上浇油的问了她一句 说是不是找着风水宝地了呀 她在回来途中顺手啊摘了那只松针草碎编织而成的鸟窝 听完之后就狠狠的砸了过去 被男子单手画园轻轻揭过了鸟巢 笑着递还给她 将功补过的说了件自己的糗事 说她当年游历时啊 一次无意间去茅厕 听到隔壁动静不小 百无聊来就出口调笑了几句 说兄弟你是不是吃大蒜了 结果稍等片刻 她的茅房啊 就给一名脸如冰霜的女侠 拿剑给拆掉小门 吓得她差点没掉进茅坑 赶紧拿手捂住装部 到头来还是被那女侠冷着脸威胁 要砍断她的三条腿 这她娘的真是祸从口出啊 如果不是她集中生智 猛然间松开手 让那女侠好好见识了一番 何谓雄风大阵将其下退 否则恐怕免不了吃上一顿饱揍 裴南伟看着她说这混账话时 少有的流露出表面的洋洋得意 哭笑不得 也就没有再跟她计较什么 堂堂北梁世子都这么狼狈过 她一个早已不是藩王正妃的女子啊 也就懒得装女侠了 这趟北行边关 路途中一直不断有油损 略连传递密报 徐凤年自然没有说那些重要军情 不过一些无伤大雅的密文呢 都尽数说给她听 例如那青阳宫里的青城王吴灵塑 如今入京受风 分去了天师府那位于清相的半杯羹 得以化江而至 手握大拳一同执掌南北道门 一向高高在上的龙虎山 似乎受不了这等屈辱 很快就拿出了压箱底的杀手锏 据传呢 那掌教赵丹霞修成了道教里 最为艰深的玉皇楼 与老天师赵西义两父子啊 悍然连眉飞升 然后朝廷马上准许京城里的 青丝宰相赵丹平担任南方道教掌教 并且破例恩赐 天师府年轻道士赵宁神入朝为官 成为了一名啊 比黄门狼更让人眼馋的 天子近世起居狼 还有一桩事就与庙无关 纯粹是江湖人江湖士 那嗜好吃剑的无名老剑客 终于出了一剑 却不是武帝成王先知亲自出手 而是任由四名敌传弟子一一挡剑 前三名公认天宗之才的徒弟都无力抵挡 最后啊 是被那位一直被师弟遮掩锋芒的大徒弟 于新郎以刀挡下此剑 鸣动江湖 这名刀客立即被视作可让顾剑堂大将军 全力一战的顶尖高手 听到这些让江湖而狼个个是热血沸腾的引擎内幕 裴南伟提不起半点兴致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只当啊姐妹的小段子了 临近边赛啊 马车在青岸郡稍作停留 徐凤年特意带着裴南伟啊 在一座酒楼吃了顿当地独有的青金饭 是将南竹树叶捣烂取之了静米蒸熟的饭式 七色饭清香气诱人 只是盛饭的大青花碗竟然碗口扩金一尺 看到裴南伟目瞪口呆 他豁出去才吃了小半碗就实在咽不下去了 徐凤年自己那一碗风卷云涌一扫而空 还不客气了拿过了裴南伟的饭碗 依旧是津津有味 徐衍兵先前没有进入酒楼 随后露面时身边多了一名啊 身穿断面便服的中年男子 还在低头吃饭的徐凤年招了招手 示意相貌清奇的男子坐下 男子落座之后轻声说道 末将参见世子殿下 徐凤年放好空碗和筷子 他懒洋洋的靠着粗制裂造 而略显崎岖不平的椅背 笑着打去 黄浦平啊 还末将什么呀 都已经从国义都尉变成了 总领一州军权的幽州将军 当的还习惯 一是新任幽州将军的黄浦平 没有寻常将领教位的惶恐和谦虚 只是沉声道 万死不敢让殿下失望 徐凤年点头道 陈亮西在管理严正一事 如果他没有跟你求助 你黄浦平也就不用自作多情了 任由那些不受管束的地方 豪横啊缺棒的 什么时候陈亮西开口跟你借兵杀人 你再动手 到时候别手软 黄浦平在北梁道的窜声速度 仅次于灵州刺史徐北志 是当之无愧的殿下心奉 不过代价之大 实在让人心寒 那可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族满门死绝啊 这样一个官尹大到丧心病狂的黄浦平 在幽州官场的口碑自然可想而知 只是黄浦平在北梁本就是背水一战 这种阴险小人想要接党 也没人愿意跟他同袭而走 这种最适合用作借刀杀人的傀儡 可以说是谁用谁放心 不过在北梁也就徐凤年有资格握刀而已 言多必失 加上黄浦平一向信奉 拿功劳换官职 即便飞黄腾达也给人郁郁不欢的错觉 徐凤年也不管这位幽州将军是否吃过 仍是帮他点了一份清津饭 他笑着说 你把幽州江湖势力整合的不错 我姐那边对你这件事情评价不低啊 我准你以后啊 大大方方的把手脚伸长到梁州 对了 这饭钱你付啊 我就当你进过了地主之余了 站起身恭送世子殿下离去 坐下后黄浦平大口扒饭 最后他在酒楼伙计看傻眼的眼神中 掏出了所有的金银 一股脑的放在桌上 扬长而去 地主之余 这些随身携带的金银 就买下了整个幽州的军权 是昂贵还是便宜啊 庙堂隔绝变江湖风云起 且饮绿衣酒一杯 大兵与你 共贺新粮 共一醉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雪中汗刀行第十集 杯酒 贺新粮 他一山一如海 杨木则眼底苍莲 岩山河岛 撕裂黄尘不过 乱世旁好见 暮月唱歌 这一世为王为火影 将为谁折夺 上年红错过那笨江雪凌落 白人家身一插发 酒鸡掌香河 满身风雪为你 悠热 已高兴何阔 为谁是天地 沉破锁 少年朗 灵露一气 生死一诺 种种真意 醉莫 你 fahren飞 在 해� 血凌露一气 有情 赚爱 按照 使用 什么 山河岛 必须 扬 山河岛 雪凑 河岛 坠红 曾山河岛 赌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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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尼我